就是我自己感觉我没消费那么多啊 这一次也是 我自己充了 就是充了八千多块钱 怎么一还一看一万六千多 就加上你平时零零碎碎 几时几时也没一万六千 再我一看那个壮大 天哪这次搞的那个什么东西 我看又是不对 又是晚上八点钟 八点钟消费的东西 那肯定不是我买的东西 徐女士说 自己做猪肉批发生意 凌晨就要出门 所以一般晚上七点就睡了 肯定不会在晚上八点多消费 再一看交易明细 显示的是酒游游戏 一问儿子才知道 这些钱都被冲进了游戏里 当时为什么玩这个游戏要冲钱呢 一问不冲钱玩得太累了 加快游戏进入 徐女士的儿子玩的是一款 叫猫和老鼠的游戏 现在再点开游戏 账号已经被查封 无法进入 徐女士说 这次发现儿子玩游戏 自己没忍住 动了手 打得很 打了他有一天请假 没去上学 背书包都不能背 我跟老师 直接跟老师说了 我说昨天我就打他了 今天不去了 他也没脸去 打到这里都发紫 本以为这次教训之后 儿子不会再充值游戏了 可让徐女士没想到的是 才过了几天 儿子又充值了两次 实际是忍不住 非常想冲 不怕妈妈在打你吗 怕 那 这次之后 还会忍不住吗 不会 怎么跟妈妈保证 保证以后不再玩游戏 不再玩游戏 男子还有说到做到 好不好 猫和老鼠是网易推出的一款游戏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网易公司 那金盒查这个账号是 九游渠道账号 而且是由成年人身份证 神明注册的 针对目前的情况 我们已经协助跟渠道方沟通 做一个再次核查 那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也会积极协助 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